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指引方式来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如何将对方的思路引向你的目的 在劝说别人时,有些话是不能直接说的 说了会得罪对方,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或者对方是你的顶头上司 一句话不对,往往会影响到自己的薪水和升值 在这种情况下,不妨采用步步追问的方式 将对方的思路慢慢地引向自己的目的 当然,在引导的过程中,一定要缓急、有序、不可过急 以免让对方应接不暇 从而产生厌烦的情绪 当然,铺沉问题也一定要设置和理 透过这些问题将对方一步步地引向自己的目的 并最终集中要害 其宣皇自国无方 孟子对其进行了批评 在批评时,孟子运用的就是步步追问的方式 才使得,其宣皇最终明白了孟子的意图 孟子问说,如果您因为有事要到楚国去 就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一位朋友看顾 但是,当你回来时,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在挨饿受冻 那么,对这样的朋友,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对待? 其宣皇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会立刻跟他绝交 孟子又问说,如果管辖刑法的长官 却管理不好自己的下属 对这样的人,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置? 其宣皇回答说,我会撤换掉他 孟子再次问说 那么,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政治十分混乱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其宣皇终于无言以对 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 在这个例子中 孟子采取了假设问题和步步追问相结合的提问方式 诱导其宣皇做出大复 在前两个问题中 因为与自己无关 其宣皇回答得非常干脆和肯定 然而,当孟子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也就是关键问题时 其宣皇却无言以对了 如果没有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做铺陈 而直接提出第三个问题 势必会引起其宣皇的不满 甚至会因此致孟子的罪 孟子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才采用这种方式 透过一步步的追问 使齐宣皇最终才明白他提问的真正目的 在这过程中 孟子也使其宣皇明白一些治国之道 就是处罚那些不讲信用的小人 整治没有尽忠之守的官吏 因此可以使齐宣皇在反省的过程中 体会到自己的用心良苦 进而接受自己的建议 在生活中 步步追问的说服方法 其实经常被人们所使用 例如 父母在教育孩子时 为了将孩子引向自己的目的 就会使用这种方式 一位妈妈在说服自己的孩子洗澡时 就是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方式 妈妈把水倒进了洗澡棚里 而孩子仍在玩坐小木船 不肯进洗澡棚 这时聪明的妈妈拿起她的小木船 问说小木船应该在哪里航行呢 孩子回答说水里 那好 那我们把它放进水里好不好 孩子非常乐意 自己也跳进了水里 在这里妈妈的问题可谓是巧妙的 简单的问答就让孩子心甘情愿地跳进了洗澡棚里 不过一定要注意 运用这种方式时 千万不要超之过急 不要把自己的追问变成逼问 这样就会记起对方的反感情绪 对自己是不利的 如果运用得当 巧妙设计问题 并且善于察言观色 根据对方的表情和心情 巧妙提问 就会收到令自己满意的效果 这时候让我们看一个圣经的例子 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章 十四到十五节 圣经说 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告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 何等加美 以上这两节经文 是使徒保罗 在为宣教事工 发出 不切的呼吁 而宣教事工的基础 是建基在 前面一节的经文 就是十三节的这句话上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这是一个奇妙的论书 讲到福音的伍式性 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 凡求告主明的 都必得救 接着保罗就用了一连串的问号 一步一步的指引读者 去实践普世福音广传的目标 他说 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告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最后 他引用了旧约的一句话 作为借尾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 何等加美 所以从这个圣经的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 保罗就是使用了 一连串的问号 一步一步的 指引他的读者 去实践 普世宣教的这个目标 用指引的方式 去引导 对方 来达到你的目的的第二个层面 就是 央求不如挽求 劝导 不如诱导 有时候 当我们试图让对方 接受我们的建议 从事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时 以其苦口婆心的劝说 不如从侧面来个诱导 在诱导中 让对方 对这件事 产生 兴趣 最终 他会听从你的安排 并心甘情愿地 满心欢喜地 照着你所希望的方式 去做 美国纽约时报 总编辑雷特 身边很需要一位 精明干练的助理 于是 他便将目光 瞄准了年轻的约翰海 雷特想让约翰 帮助自己成名 帮助纽约时报 成为美国最大的报纸 而在当时 约翰刚从西班牙的马德里 卸下外交官的职务 准备回到家乡 以利诺州 从事律师的行业 一天 雷特请约翰到联盟俱乐部吃饭 吃完饭 他提议 请约翰到报社去玩玩 到了报社后 雷特从许多电讯中间 找到了一条最重要的消息 当时 当时恰巧 负责国外新闻的编辑 有事离职了 于是他对约翰说 请住下来 帮忙为明天的报纸 写一段 关于这则新闻的社论吧 在这种情况下 约翰自然不好拒绝 于是提起必来 就写 这篇社论写得非常棒 雷特看后 暂不绝口 于是 他请约翰再帮忙 顶缺一个星期 然后一个月 就这样 最后干脆让他担任这一职务 而约翰也在不知不觉中 就放弃了回家乡 做律师的计划 留在纽约 做起了新闻记者 从雷特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条 求人办事情的规律 那就是央求不如挽求 劝导不如诱导 但是在运用这一策略 说服别人时 一定要注意 想要诱导别人参与自己的事业 首先要让别人对自己的事也感到兴趣 否则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整个过程中 雷特对约翰所做的都是诱导工作 比如在偏激不再为理由 让他写出第一篇社论 然后又以请他帮忙顶缺为由 让他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星期 然后一个月 在这过程中 约翰渐渐的喜欢上这个工作 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决定 并愿意留下来 继续从事这份工作 支持雷特的诱导 才算大获成功 当你要诱导别人去做一些 很容易的事情时 你必须先让他获得一点小胜利 而当你要诱导别人去做一件重大的事情时 你最好对他造成一个强烈刺激 让他在做这件事时 有一种强烈的求胜欲望 只有这样 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才会被激发起来 才会愿意并能够更加勤奋的工作 并最终能达到你所期待的目标 凡是有头脑的人 都懂得这是使人特做的最重要策略 但有的时候 常常要费许多心机 才能应用这个策略 有时候又很容易 像雷特列霍 约翰伊利 他只是稍许做了些安排 总之要引起别人对你的计划的热心参与 必须先诱导他们尝试一下 可能的话 不妨让他们先从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入手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向你的目标引进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用引导的方式 指引对方进入你所要他达到的目的 第三个层面是 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使其跳过 决策 直接进入过程 在说服别人时 一般要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让对方在名正言顺的理由下 不得不屈服 但是除此以外 还应该讲究点 说服人的技巧 例如找对了支撑点 往往会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小真的父亲 近来食欲不整 并且觉得身体不适 看上去气色也不大好 小真的父亲非常担忧 几次要带父亲去医院检查 可是父亲就是不愿意去 既怕花钱 又怕查出什么大毛病来 自己一下子接受不了 小真觉得这样不行 一定要想个办法 让父亲去做检查 后来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一天吃过早饭 小真突然问父亲 爸爸 今天我休息 想带你去检查身体 你说是去长庚医院好 还是去台大医院好呢 没等父亲回答 小真赶紧补充说 别人都说长庚医院设备好 对病人态度都很和气 你说吧 我们到底去哪家医院呢 听你这么说 我们还是去长庚医院吧 一向怕看病的父亲 这一次竟爽快地顺从了女儿的决定 答应去医院就诊 在这个例子中 小真就是事先画好的范围 让父亲在当中选择 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从这两间医院中选出一家 而不必对去与不去做选择 当你希望对方去做某件事实 而对方不知是该做还是不该做 并因此犹豫不结实 那么你就要转移其注意力 你应该将他会不会做这一问题放在一边 而直接切入主题 询问对方 这件事应该怎么做 并向他提出几个被选的方案 当然这些都是你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让他在这些具体方案中做出的选择 这样他也会转移注意力 不会再考虑要不要做此事 而是考虑到底该怎么样做此事 以及怎么样才能将其做好 其实只要对方一转移注意力 你的说服目的也就达到了 采用这种必时就需的战术 目的就是转移对方的注意 使对方产生错觉 以为要不要做的问题已不存在 要解决的只是怎么样去做的问题了 一旦对方选择了你所提供的方案中的一项 那么就可以趁热打铁 顺水推舟 使你的希望变成他的行动 恰当的运用这种说服手段 往往能省去许多口舌之劳 并且能够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 像一个毫无准备的人突然发问 请问今天是几号 他或许能够准确无误的大出日期 比如说19号 但如果改问今天是8号还是18号 他就很可能做出发问者所预期的回答 好像是18号 或者好像是8号 这个实验显示 如果把大前提故意的撓开 将选择范围缩小 用具体的选择向 催避对方 使之产生恶者必居其意的错觉 这时他们会显示出 就算是错误的选择 也不得不选的心理解构 这在心理学上称为错误前提暗示 当然任何一种技巧和方法都不是万能的 因此在使用这种方式时一定要小心 如果对方对于那件事 这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 所以我们一起看使徒新传十七章十六节 然后跳到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 圣经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非常难过 保罗站在亚瑞古巴当中 说 诸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到处走走的时候 仔细观察你们所敬拜的 发现一座坛 上面写着献给未失之神明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向你们宣告 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他即使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余里 也不用人手去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事的 自己保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人造出万族 居住在全地面上 并且一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界 为要使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 行动存在都在于他 就如你们的诗人 也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既然我们是神所生的 就不应该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和心思 所雕刻的经营十项 一般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追究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助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当使徒保罗传福音到达雅典时 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非常难过 很快的他就展开行动 使用指引的方式 向群众传讲福音信息 首先他提到当地人民 拥有敬畏鬼神的心 甚至发现一座坛 上面写着 献给魏师之神明 他就以这个作为切入点 告诉众人 这位魏师之神明 就是那位创造宇宙 和其中万物的神 保罗同时引用当地一位诗人 所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来指引听众悔改 并经历重生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保罗也是用指引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指引他的听众 甚至引用了当地诗人的一句话 让他们有共鸣感 而达到传福音的目的 今晚这一堂课 清楚展现 用指引方式来达到 说服的目的 这方面的课题 我们也看到有三个层面 第一 就是将对方的思路 引向你的目的 第二 央求不如挽球 劝导不如诱导 第三 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使其跳过 抉择而进入过程 好了 今晚这一堂课 我就说到这里 若对你有帮助 不妨点赞并转发出去 让其他人也能够获益 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